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亚马逊自今年来确实合规了不少,但竞争也大了不少。2019年,亚马逊雷厉风行的政策也让许多卖家头疼不已。 1.亚马逊政策的收紧。亚马逊合规审核越来越严,让整个中国卖家都不好了。 动辄就来的全网大封号,提交不完的二审资料,摸不清的钓鱼执法,导致运营难度越来越高。 跨境电商平台内部的自营号也强势挤压。亚马逊再也不是只要上价格产品就能挣得盆满钵满的年代了。 19年运营亚马逊的难度至少要比14年高出三倍以上。 若是运气不好的卖家,可能几年下来店铺都毫无起色。 真金白银也只是石沉大海。 2.贸易形势不明朗。 19年,因为中美贸易战,国际贸易形势跌宕起伏,对出口跨境卖家而言。 20年,贸易战背景下,征税范围的扩大和消费税的起征会增加非常多的不确定性。 海外仓备货要更加谨慎,一不小心就会导致库存积压,资金无法周转。 其次,贸易战可能会引起的其他间接因素,比如汇率波动,跨境电商配套行业,如物流,清关,仓储等环节效率的降低。 其中哪一个环节出问题,都足以让人焦头烂额。 3.恶性竞争难以防范。 现在亚马逊上已是僧多肉少,竞争尤为激烈。 像给竞争对手恶意上差评,恶意跟脉等事件屡见不鲜。 若账号没起来还好,起来后这些都是迟早要遇到的事情。 像前几天,TNSO被扼倒事件,还历历在目。 跨境这个行业,向来都是铁打滴平台,流水的人才。 因为平台越稳定,难度就越升级。 看到的一段话,做一件事情,如果没有沉淀。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未来的。 因为没有沉淀,没有未雨绸缪。 所以你会对未来的不确定,充满恐惧。 没有沉淀,就没有未来。 不知道你是否认同。 在亚马逊上,什么叫做沉淀? 当最终得不到客户的资源,不能将客户信息留存到自己的手中。 到头来就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只有做到持续吸引消费者。 沉淀自己的用户群体,建立自己的品牌,同时了解自己的客户群体。 这样即使离开了亚马逊,客户也会找上你。 他个与跨境无关的话题。 前段时间张亮麻辣烫和杨国福麻辣烫上了热搜。 张亮是杨国福的外甥。 在杨国福手下,炒了三年辣椒面。 后面出师,就自己开了第一家店。 其实张亮那三年,不光是在炒辣椒面。 更重要的是,摸透了经营扩张方法。 张亮已改良的底料,和更低的加盟费。 迅速打开市场。 目前杨国福门店6000家。 张亮也有近4500家门店。 做跨境电商也是一样。 虽然亚马逊已经红海,但是新平台,新渠道的不断涌进还是给很多新卖家带来了机遇。 就看你抓没抓住。 当你在做平台的同时,不妨同时运营自己的独立站。 通过独立站和第三方平台相互结合。 优势互补打造自己的品牌销售渠道。 将第三方平台的客户沉淀到独立站。 一旦平台出现政策调整或突发事件。 卖家极有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而多平台,多站点布局。 便是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之一。 所以我们在谈到第三方平台和独立站的时候。 其实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。 对我而言,世界不会把所有的身家都放在同一个渠道上。 尤其是现在平台如果一旦以盈利为导向了。 那么这些小公司就等着备收割吧。 这时候才开始想到去开拓别的渠道。 已经为时过晚。 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老虎。 其中一人赶紧从背后取下一双更轻便的运动鞋换上。 另一人骂道。 你干嘛呢? 再换鞋也跑不过老虎啊。 那人回答说。 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。 我们可以把亚马逊这个平台比做成森林。 把其他的卖家比做成老虎。 在这里不妨来个反问。 当更多的老虎来临时。 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自己的跑鞋呢? 而且现在跨境电商的购物方式越来越倾向于内容化。 谁能写出好文案? 好内容? 好故事? 那么它绝对有很强的优势。 所以我们要通过Facebook、Instagram、YouTube等社交平台,发布关于产品介绍的优质内容。 经常发起活动。 引导用户参与。 目的就是将你的潜在用户都聚集在一起。 引流到自己的独立站。 以此方式获取的用户。 忠诚度和转化率都非常高。 平台是大浪淘沙。 独立站又将风生水起。 要获取更高利润。 平衡亚马逊的风险。 我们就要应该考虑多渠道运营。 单跨境电商风口正进时。 在国际市场需求的拉动下。 布局独立站也成为转型的重要选择之一。 广告